制作这款亚热带经典甜品 西米的处理是关键 赶快跟着曹老师学起来吧 用到的原料非常简单 西米100克 椰奶200克 红糖100克 水100克 杂果是量 知道做西米 如果这个原材料的选择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指向性的 比如说西米 非常重要 是 对 那么他这个西米应该去怎么选择 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西米 曹老师有没有您的一些经验 选择西米呢 要看它的饱满 饱满 饱满度 很圆 很光滑 另外呢 就是溶水之后 不要散的 泡开了 越来越小 这样的话呢 就都丢失了 就不能这样子 这是一个 最后做出来的产品 煮熟之后呢 要顺滑 特别满 还得Q它一点 对 特别好 好 今天叫我们来做这款西米露 看看怎么来做 需要准备哪些原料 咱们第一步呢 要给这个西米泡水 让我泡水一下 泡水 要泡一段时间 最好要泡两个小时 泡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OK 我们取大概 有30克左右 这么些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好 OK 这个要泡一段时间 泡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煮 好 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做一个 它的汁 首先呢 我们要做 这个糖水 这个糖水呢 比例是一比一的 一辈的糖 一辈的水 但还熬一下 最后熬到浓稠 才可以用 好 现在水在里边了 我们把糖放在里边去 加进去 充分的化开 充分的化开 其实中国的红糖非常好 对 非常健康 又有营养 深受女性的喜爱 是的 是的 好 那这个糖呢 我们熬到稍微有点浓稠 像糖浆一样 才可以 才可以 对 迅速的化开了 这个红糖还是非常香的 能文件 是 能文件 这个糖价很香 哇 熬糖 我们如果要是 用手去判断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感觉到 能拉丝 哦 这种厚度 现在还不行 那这样看的话 现在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因为量很小 量很小 那我们就多放一点水 好 如果量大的话 这边旁边开始起泡了 起泡就是说明 这个粘稠度越来越高 嗯 这个泡很猛烈的 对啊 你看这个猛烈程度可以吗 这就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全有泡了 哦 有泡了 起来喽 好 现在关火 好 关火这个糖浆呢 我们要留下来 哦 真的是糖浆 现在很浓稠啊 哇 好啊 这个一会儿用啊 一会儿用 要量 糖浆 量 好 放凉 对 好嘞 这个椰奶呢 嗯 用法也各不相同 嗯 有些朋友喜欢把椰奶也浓缩 是啊 但今天咱不浓缩 不要了 因为这个浓缩呢 它的味道会丢失很多 是的 现在这个椰奶 椰奶基本上我们用的 就清新的或者是开罐的 嗯 就可以了 哎 我们的西米已经泡好了 曹老师 你看现在这OK吗 对 你看这个 这个水呢 有点浑浊了啊 说明这个西米呢 已经泡好了 融化了 哎 捏起来呢 比较 柔软一点了 不是才恶手 哎 是有这个感觉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个水啊 一定要开水 哦 开水啊 哦 煮开的水放 煮开的水 你看 准备一个蛋抽子 嗯 要快速搅拌 啊 这个里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快速搅拌 我们希望把它烫 烫一下 烫住 不要融化在里 哦 明白明白 放到里面 非常急速啊 这个水不要太多啊 放到里面快速搅拌 哦 快速搅拌 这么搅拌 一直 鸥鸥长在一起了 哦 也不能粘脸 是吗 颗粒分明 现在要这个效果 对 这样的话呢 这个水呢 也不容易分过 是的 搅拌啊 这个要煮开 还是煮到什么程度 要看这个西米 要变成透明状 哦 煮透明的才可以 煮透明状 所以说您在这个 搅的过程当中 是一直来观察 这个西米的情况 对 你看它 它有白色的 是是是 白点 看到没有 对 嗯 就要一直这样来煮 一直煮 嗯 对 现在看清楚了 是的 它是白色的 嗯 就这个西米呢 你要处理好了 越透明 嗯 不是一个一个白点 所以说泡的时间久 就更容易透明 嗯 现在火力变小 啊 火力变小 其实还在开着啊 小火 是的 现在改小火 小火慢慢的 小火慢慢煮 嗯 一定要我要把它煮透 嗯 不能是生的 虽然颗粒很小 但是不容易熟 这个 是的 是的 为什么 很实落 是吗 对 因为它比较干 所以说不容易把它煮透明 哦 为什么要泡呢 就是把它泡湿 让湿 对 这个白色的 刚才飘起来的 现在已经 不飘了 沉淀下 对对对 有点像 它吸水 吃进水去了 已经吸水了 是 比重差不多了 是是是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倒到冰水里边 哦 这个就可以了 冰水里面 对 哦 真的是急速降温 对 应该是熟了就可以 嗯 没问题 肯定熟了 泡的时间短呢 就不容易煮透 嗯 这样 现在这样 好的 直接倒入冰水 哇 哇 哇 这冰在响啊 冰在不断的响 冰在响 对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是一场热水与冰块的博弈啊 对 我们还要 再加一个盆 我再做点冰水 再来一个 再做点冰水 哦 您现在这是又准备了一个水盘 又准备一个水盘 哦 这我们为了让这个 西米呢 更爽口 嗯 啊 我们要 你把冰捞到这个盆 对 换一下水 是 换一下水 这个反复过程呢 嗯 要 三到五次 对 三到五次 对 这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你看 就让它充分的清湿 你看这个水 它不清湿 比较浑浊 对啊 嗯 现在你看到这个西米 你看 现在西米 对 哇 啊 就简直是透明的 透明到不行 在里面 这个真是 我倒到这里面再洗 再 哦 再洗一遍 再洗一遍 哇 这时候口感 想必一定是那种 我们想要的口感 但是为了让它 更加的清澈一些 哎 对 对 我现在充分的洗 冰水来洗 一定要记住冰水洗哦 这个会不会 我捞一点 我捞一点 看 看一看啊 嗯 哇 看到了吗 非常透明 这跟刚才已经完全 两种状态了 哎 你看 像什么那么暖 哎 没错 鱼籽 鱼籽 特别像鱼籽这样 那个鱼籽 对 对对 嗯 很像 啊 经过在冰水中 反复浸泡冲洗 经营剔透的西米 就可以过筛备用了 好 这个要控一控水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 杯子里边 嗯 杯子可以吃任何的杯子 最好是透明的 啊 放一些水果 嗯 放一些水果 这个杂果呢 非常好啊 它是 罐装的 嗯 啊 它已经吸薄了水 而且是经过消毒处理 嗯 嗯 这样的话 比比较安全 是 用起来也方便 用起来比较安全啊 比较方便 放一点点 做点缀啊 嗯 也增加它的味道 是的 总得有点水果 对 这个西米 很珍贵啊 我们把它 啊 盛进去 嗯 放进来 嗯 平均地放开 这个糖呢 我们 淋一些进去 淋在上面 啊 淋在上面 哦 哇 红糖跟这个颜色 搭配起来就 没有糖 它是很奇妙 不甜的 嗯 这个时候你从这边呢 就能看出来不一样 然后再加这个 叶姜 叶姜 嗯 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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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ore